今天會教大家做刺胃曲奇 材料需要低筋麵粉、無鹽牛油、砂糖和雞蛋 首先將放置在深溫的牛油放進碗裡 然後用打蛋器把它打至軟 然後將砂糖分兩次放進牛油裡 再用打蛋器去攪拌 等砂糖和牛油完全融合之後 就可以將一隻雞蛋打進去 現在就把麵粉分幾次放進去 再將它們攪拌 再次一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裡面冰一個小時 冰了一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把麵團拿出來 之後用木筋把它滾平 如果太硬的話 你就可以攤一陣 等到它變軟 之後我就會用刺繪形狀的帽子 把曲奇吸出來 這個帽子我在15元店買 它是跟貓咪曲奇帽子一套的 曲奇做好之後 就把它放進一個預熱了160度的焗爐裡面 就焗10至15分鐘 曲奇焗好之後就可以裝飾了 裝飾的藏料 就有白朱古力 牛奶朱古力和一些糖霜 把朱古力滾碎之後 就把它整容 你可以夾水煮蓉 或者用微波爐 定熱它 現在就可以把同一個 裝飾製成米粉 的麵粉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你啦